这下北京市彻底瞒不住了 中国高铁车间仅仅只有6个人 而且只需要4个小时 一辆高铁就被建造好了 前去中国中车实地体验中国高铁技术的BBC记者被实打实地惊到了 连连称赞 这里的高速动车组真的太令人惊叹了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环球网共同主办了这次的中外网络媒体交流活动 共有来自18个国家的约30名外国媒体记者 目的是为了邀请外国媒体实地走进我们的各个省份 感受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让每个人都能生动形象地感知中国故事 这次带领他们走到山东 探访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走进复兴号高铁列车的诞生地中国中车 是山东重要的一站 外国媒体采访团先后参观了企业展厅和高速动车组总装生产现场 并登车体验了智能列车 在企业展厅 外媒采访团听取了企业情况的介绍 通过展厅内 陈列的一组组列车模型和企业宣传片 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中国中车先进的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品和领先技术 从这里驶出的高速动车组超过1600多组 地面最快的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这里成功下线 制造的乘轨车辆服务全球上百条线路 中国高铁列车出口国外第一单 亚万高铁列车从这里驶出 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出口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 先进的产品和技术 引得外国记者纷纷点赞 他们一边仔细查看列车模型 一边纷纷举起手机牌照 走进高速动车组总装厂房 采访团深入探访了中国高铁列车生产制造现场 一进入高铁列车生产线 大家就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震撼住了 生产线上只有6个人 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造出一辆高铁 一辆崭新的动车组车厢 像一条长龙 整齐静卧在偌大的厂房中 橙红色的车厢涂装 分外醒目 真的是太漂亮 见到正在制造中的动车组车厢 外媒记者们兴奋不已 纷纷掏出手机打卡拍照与动车组合影 这些正在制造的高速动车组 是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一列八节车厢的复兴号高铁列车 有55万多个零部件 在这里 他们最快以每天六节车厢的速度 完成组装制造 从这完成制造后 他们将以最高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 奔驰在中国高铁线上 采访团认真 了解高速动车组的制造工序和流程 先进的高铁列车生产线 令外媒记者赞叹不已 他们走进车厢 兴致勃勃的体验列车设施 或坐在驾驶席上 沉浸式体验驾驶高铁列车的感觉 或在车厢内感受智能舒适的旅客设施 科技智能的列车 令外媒记者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他们有的激动的拍照流影 有的在车内进行现场直播 此次实地参观体验 中国高铁列车诞生地 给外媒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对先进的中国高铁 中国科技赞不绝口 最近几年以来 中国高铁凭借着飞快的速度 精良的技术闻名于世界 在日德等国的高铁时速 仍然局限于250到270公里的时候 中国的复兴号动车组 时速已经来到了350公里 各国也因此 对中国先进的高铁技术十分眼馋 现如今高铁已经造福了14亿国人 但事实上 中国高铁其实也并非一诞生就先进 中国也曾经历过一段追赶时期 从落后到第一 究竟是如何逆天改命的呢 高铁只设计标准等极高 可供列车安全高速行驶的铁路系统 目前中国高铁里程已达3.8万公里 中国高铁能够实现逆袭 靠的是多方面因素 首先完成技术国产化 对中国后续发展至关重要 高铁这种技术 在世界上并非由中国独创 在2013年之前 中国的高铁技术主要来自日本 德国两国 当时国内性能最好的动车组 便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动车组 虽然德方提供了技术转让 但对于高铁的关键技术 例如牵引变流器 牵引控制系统 以及网络控制系统等技术 德国并未提供 如果无法完成这些关键技术的国产化 中国高铁的腾飞就无从谈起 为此 中国从2004年起就将高铁技术的公关 视为铁路发展的基本国策 中国一方面从德国引进大量相关技术 并进行仿制 另一方面则努力提升自身工业水平 从而完成消化引进技术的任务 经过十年公关 中国成功于2013年 实现了高铁零部件的90%国产化率 而在如今 这一数字就已经达到了95% 随着关键技术被攻克 中国发展高铁没了后顾之忧 甚至还能自行改进 研发出速度更快的高铁动车组 例如 在2017年亮相的复兴耗动车组 其次 中国强大的国力与基建能力 也是中国高铁逆袭的关键 在国力方面 由于采用了全新的动车组以及铁路系统 高铁的建设要比普通列车耗费更大 同时 大规模建设高铁 也是对现有铁路系统的一次大革新 国力不强的国家 根本无法承担建设高铁带来的巨大开销 而为了完成这次革新 中国可谓下了血本 从2008年开始 中国大幅提高了对铁路的投资量 每年被用于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 高达上千亿元 在最高时甚至可达八千多亿 而在此之前 中国的铁路投资每年也不过数百亿元 可以说中国的国力 是支撑这笔巨大投资的关键 而光有钱还不够 想要建造更多高铁线路基建实力是决定性因素 为了未来发展考虑 中国在高铁技术刚起步的那几年里 同时开建了多条时速350公里的线路 并在短时间内修成了京护 京广 护坤等多条关键高铁线路 在建造过程中 中国强大的基建实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如 为京护高铁江苏段修建的丹坤特大桥 该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桥 而中国却只用了三年时间便建成 中国基建几乎神奇的速度 推动了高铁在全国的普及速度 时至今日 中国不仅在高铁里程上稳居世界第一 同时还在全世界带起了一股高铁热潮 原本对高铁并不感冒的英美等国 在中国的感染下 目前都在计划修建高铁 而随着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 目前还在不断尝试为高铁提速 新的真空管道技术 可使高铁时速来到史无前例的600公里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中国高铁将继续在技术规模上领先世界 除此之外 作为中国高速铁路列车最重要的生产线之一 中国高铁车轮生产线的生产过程 全程都是智能化 其生产速度更是高达一分钟一个轮 难怪在看完这一轮骨生产线之后 感觉就是先进 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同类生产线不一样 难怪中国高铁那么强 甚至还能领跑全球 尽管高铁车轮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这并不代表着高铁车轮就容易生产 为了确保高铁列车在高速下的稳定性 高铁轮子不仅需要足够圆 其表面强度和光洁度也必须得到保证 才能确保高铁列车 在以时速50公里到350公里高速移动时 不会出现剧烈晃动或者震动现象 否则 只要一列高铁上有任何一对轮子 偏心度高了那么几米位 那在列车高速运行的时候 急速旋转的轮子所产生晃动 就足以让列车转向架受到严重的损伤 所以 为了确保本国高铁轮的使用需求得到满足 中国专门建造了高铁轮毂 专用全自动生产线 借助于高科技的力量 这条生产线只需要少量的工作人员 对后期的产品完成检验和入库工作 剩下的就是 技术员们校对设备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这条生产线才能保证一分钟一个轮的持续生产速度 并且质量优良 但是仅仅只有一条生产线 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 接下来 为了满足对轮毂的需求 中国应该会继续建造出更多的高铁轮毂生产线 同时 中国高铁已经凭借着速度与技术走出了国门 出口到相当部分的东南亚国际 又或者是西方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的高铁轮毂不能满足需求 甚至需要去国外购买 这将会让其他国家对我们高铁的信任大打折扣 所以说 建设高铁轮毂是高铁建设和高铁出口头等大势 不足为奇的 我们高铁轮毂不仅仅要满足自身的需求 也要能保证出口 只有让其他国家看到我们的实力和我们的优势 中国制造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